你就是所謂的太陽之手 你很適合當按摩師 熱鍋都需要我去按摩 我會照顧服務喔 小心不能碰到蛋蛋 對不起 你會被告 好你這個不太V 你這個只在掰他屁股 你要的是真正的V上去 你乾脆什麼 不能 不能這樣子 不能有那個肉的聲音 不能有怕的聲音 歡迎光臨FJ的按摩店 讓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老師 吳欣欣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吳欣欣 還有今天的教具器材 萊羅馬 天啊這個教具器材 長真是有夠可口的耶 可以方便問一下 你的胸部是維度多少嗎 你測試一下喔 我測試一下嗎 今天呢 我們就要開始學習 怎麼樣按摩的技巧 那如果你看這次影片 不管是幫你的家人 甚至是你的另一半按摩 也會非常的實用喔 老師我們來開始吧 好 那我們首先呢 要請model 幫我們退去他的衣物 好這麼快 這麼快 因為我們今天要幫鼓鼓 上課的是我們最受歡迎的油壓課程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他 您需要我來幫您跟姨媽小姐 不用沒關係 現在羅曼要脫衣服了 好驚人喔 所以你說按摩是有順序的 按摩是有順序的 指壓呢是 從上到下是泄氣 那從下到上是個骨氣 所以我們油壓是做 腳慢慢的到我們的肩膀的地方 那那那 氣會補到哪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整個人的精氣繩會比較好 喔你說精氣繩 我以為會集中到一個地方 然後再把那個氣排掉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準備多了是不是 好 通常我們會先做的是左腿的地方 好 這跟男女沒有關係 就是左腳先 左腳先這樣子 就是用椰子油這樣子 喔 欸他的內褲應該不怕髒吧 我也可以幫你捲上去一點點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不介意 因為通常必須要露出屁股蛋 真的認真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是是我去外面愛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ok了 不會被黃標吧 這樣子這樣就好了 屁股蛋 就是要露出這個微笑線 OK我們要先做散油的動作 好 站怎麼站呢 雙腳 雙腳打開之後呢 屁股要往前頂 不能往後撅喔 因為我們按摩師最怕腰受傷 那你為什麼不坐在一張椅子上 你坐在椅子上 你沒有辦法啊 你坐在椅子上 你沒有辦法 去很靈活的運動這樣子 散油非常的簡單 手放上去之後 暖油的這個動作 越怕油冰冰的直接放在皮膚上面 我會感覺不好 ok一樣 從內側的地方 大腿內側先散油 往內 一 二 三 之後 小腿 大腿 最後 回到小腿之後 交叉散油 一 二 一 二 好來試試看 一 往內 二 三之後 小的 大的 小的 不錯喔 大的 回來 小的之後 交叉散油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不錯喔 蠻厲害的 我們一個動作叫做 大閃油 外側的手一定要在上面 雙手 好 往上頂住他的那個屁股蛋的地方 之後 包覆整個大腿 回來到小腿 一 對 這叫大閃油 大閃油 好 可是我覺得他的腿已經很油啦 沒有沒有很油耶 沒有很油耶 還沒有還不夠油 還不夠耶 你覺得油不油 油 他覺得很油 他覺得很油 因為我們等等要推很多的步驟 所以說怕會有那個皮膚摩擦的感覺 好 那我現在教你的第一個手勢呢 是 我稱為小噴泉 小噴泉 我自己會取一些 讓學生比較可以了解的名字這樣子 一隻手 一 換手 二 一 二 不要離開我們的皮膚 你說不要這樣子 對 不要離開 就是一樣 羅萬你覺得現在四手連彈的感覺是怎樣 很舒服 但是你們兩個的手 左邊是右 左邊是冰的 你一定是老師的手是冰的 對 你的手很熱 你的手很熱啊 你就是所謂的太陽之手 真的嗎 你太 你很適合當按摩石耶 好 熱的觀眾需要我現在磨的道夫 請可以慢慢的 一樣 這個手法非常的重要 在我們油推裡面 會非常不斷的去做這個小噴泉這個手勢 小噴泉交完之後呢 會再交下一個手法 這個手法呢叫做指科 這是婚戒嗎 對 我先把它麻掉 不好意思 你們定情之物喔 對 我們身子手一起那個 老公對不起我先 我先背著你在外面偷摸哪一個 指科呢 我們雙手握拳 我們施力的地方在後面三隻手指頭 因為像他的腿是非常健壯的 我們直接用雙手的地方抵住 之後呢 大拇指扣住之後 往上尖尖出去 輕鬆回 那你會幫你男朋友按嗎 我有答應說今天錄完的講話嗎 好幸福喔 然後我那邊就說 是喔 因為他在我直說說而已 因為我滿多學生他們是來特別來學 就是為了幫自己的另外一半做按摩的服務 真的 我都覺得天啊 就是有些人還特別來學 比如說我們的生殖器的課程 或者幫老公加強他的生殖器保養 也都有非常多 所以說我覺得油壓這一塊 是很可以增進彼此關係的 一個感情的一個手法 腿部的最後一個手法 叫做 靠靠小丸子 靠靠小丸子 那小分決之後就有一個靠靠小丸子 對 因為靠靠小丸子呢 是每個客人都滿喜歡的一個手法 是 這個地方先和我往上走之後呢 抵住屁股蛋 輕輕的下去 好 這個地方看我往上急 輕輕下去往上急 好 再試一次 輕輕的上去 小心不能碰到蛋蛋 你碰到蛋蛋 對不起 你這個就 你就會被告 對不起 我剛剛這不是故意的 因為這個手法很容易會碰到客人的私密處 我們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ROMA 我知道我有點笨手笨腳 但我很努力了 不會 很舒服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慢慢的延伸上去 我們有準備要做臀部的地方了 要先尊重客人嘛 我們一定要先問說 先生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臀部 上臀的地方會推到可以嗎 一定要先問客人 客人說OK之後 再幫他把他的褲子給 拉下來 我們的褲子呢 必須要拉低 慢慢的往下拉 拉到的範圍呢 在我們的間追 間追是倒三角形的嘛 倒三角形之後呢 三針手指頭的骨勾的距離 好 你要先問客人 客人我可以幫你按上臀部的地方嗎 間追上臀的地方 可以 好 慢慢的往下拉 這個地方 好 這時候呢 通常會站在我的這一側 幫客人散油 好 一樣 那我們一樣 先暖油之後 做愛心散油 好 由外中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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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從你那一側試試看 外側 外側 中間回 畫成一個愛心的感覺 很好 你一點就通耶 絕對不要有那種小心翼翼 好像要摸不摸的感覺 我會不好意思耶 因為有那種感覺 客人會立馬感受得到 所以你感受到的時候呢 客人就會覺得 你到底在幹嘛 我給你兩個摸法齁 我很小心翼翼的 我現在很大方 我是用專業態度來摸你的 你哪個比較好 後面這個 對 那個扎實度做出來 客人就會更放心的交給你 這樣 這時候散完油之後 我們準備要做一個上床的動作 上床 對 怎麼上床呢 跨上去之後 踩在床上 不能踩毛巾 調整好姿勢之後 我們都不能壓到客人 也不能坐在客人身上 都不行 抵好之後 好 起身 我們準備做我們的 脊椎骨的這一塊 一樣 大拇指 還記得那個筆站的那個大拇指 指推 臀部的 骨頭的上面這個地方 畫圓 後面四隻手指頭 貼住的 畫圓 慢慢的 絕對不能坐在客人身上 我們很禁忌的 還記得指科的動作嗎 是記得啊 這個 對 沒錯 一樣 抵住我們的骨勾的地方 好 抵住之後 直接 狠狠的往上尻 輕鬆的回 因為臀部的肉很多 尤其它超多 所以說我們可以很用力的上去 慢慢的 V字打開第二條線 第三條線呢 是往內擠 出去 往內擠 之後做一個 呃字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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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指科齁 已經讓客人就 哇好痠痛好痠痛 那這時候呢 舒緩一下 我們用我們的鬥重骨的地方 抵住骨頭兩側 往下畫圓 包覆 回 走第二次 往下畫圓 包覆 好用力尻出去 輕鬆回 好再試一次 尻出去 不能急 你剛剛不急 這樣客人會有那個 對你有不同的那個感覺 慢慢的上去 很好 之後 V字打開 好你這個不太V 你這個只在掰他屁股 你要的是真正的V上去 因為你往旁邊的話 他就屁股 只會被你感覺一直被掰開的感覺 最後一次 往內擠 從我們下面的地方 往內擠 欸做得很好 不錯 那輔我問你如果這時候 客人的手 這樣子摸上來摸你 你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在課堂上 我們也要教學生 如果遇到 有一些像是性騷擾案件的時候 我們要去怎麼處理 我都會摸不肯生 我們不可以 不可以去那個 放縱客人這樣子 對待我們自己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可以 如果避免這種尷尬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 譬如說他在摸的時候 你可以抓住他的手說 小心喔 等一下壓到你 小心小心 我們把他用力的把它放下來 從關心的語氣 但其實是叫他助手 這件事情 這樣就可以避免 好像杜絕這件事情的發生 那接下來的話呢 正面的部分 我們就是準備按 胸跟腹部的地方 那胸的地方的話 我們會先推 一樣 我們在按之前呢 一定要先問客人說 胸腹部OK嗎都OK 有些人是覺得很敏感的 那如果是女生呢 女生我們只能推他的肚子 男生的按摩師不能推女生的胸 對對對沒錯 那他說沒有關係啦 不行 因為他會先人跳 因為在按摩房 誰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先做一個散油 暖油之後 雙手平放兩側 左右慢慢的散 我們做這個動作 最忌諱用紙去撥到客人的乳頭 之後手不離開 站到他的頭部的地方 通常我們一定會戴口罩 這樣面對面的話 通常這時候他臉上會有毛巾對不對 會有毛巾 今天只是因為他是很帥 所以我們不讓他蓋上毛巾 就讓他露出來 好一樣 滑出來之後呢 雙手平放 往下走 之後轉折出去 到手臂 慢慢的回來之後呢 中指跟無名指 從他的鎖骨的凹槽地方呢 推 好來試試看 好 雙手 沒有這樣子 什麼意思 我太意思對不起 我 我 好兇的老師 我這樣 錄到了 他忘記在錄節目了 我忘記了 我跟你講如果你們來上課 新老師試一下就是這樣子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沒有 大拇指其實這樣做就是對的了 我大拇指很飛 你真的很 很有那個專業度耶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 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的一個動作叫做 八字閃油 一樣一提 一畫 一提 一畫 之後 左右 橫波 左 右 延伸過去之後 一樣 一提 一畫 對 結結上 欸 欸 欸 你幹什麼 不能這樣 不能有那個肉的聲音 不能有怕的聲音 這樣子嗎 專業 再做一次 很好 最後這個手法會滿痛的 對健身的人來講他們會很喜歡 一樣稍微看一下 我們從鎖骨下方這個地方 直直的往下拖 好 真的要 太真的太痛嗎 很痠 那還OK嗎 可以 OK好 你要清誰是跟我們講的 好 雙手一起 雙手一起這樣子 這個動作可以重複好幾次 好 看看哪邊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 特別酸我們就用力慢慢的 側乳的地方慢慢的 好 肚子的地方呢 記住褲子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露出我們的 人魚線這個骨頭的這個地方 肋骨跟骨頭 就是我們整個的距離 好 好 掌根的地方 從下面推過去 輕輕的往下 推到我們的肚臍下方 停住 之後 慢慢的 但如果還有尿尿怎麼辦 對 有些人會想尿尿 你們想尿尿嗎 有一點 好 好 試試看 直一點的下去 直 對對對對 很好 回 好 如果大家今天看完這一個 關於按摩教學的影片 非常有興趣的話 要到哪一台 可以聯絡到我們的 吳欣欣老師呢 我的IG是 就叫吳欣欣 可以直接IG聯繫我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 今天我們的model很帥的話 要去哪裡聯絡到我們的 model羅曼呢 我的IG是Roman 底線 TSAI 今天上門的課 我覺得非常的有一個收穫 而且聽說不是只有這樣子的課程 還有一些其他的課程 對 像我們的話 指壓課程 然後另外 目前最受歡迎的還有另外一個課程 叫做生命廢託 是專純是屬於我們男生的 生殖系統的保養 是 對 我覺得在台灣滿少男生會去 Focus在我們男生的生殖系統的保養 但其實很多人中年時候就會開始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的生命廢託是可以幫助 各位男生呢 在自己居家就可以做一個保養 讓我們的血液循環變得更好 這樣子 我們的生命廢託的話呢 通常的話 需要讓客人有充血的反應 但是又必須要讓他軟掉 大概會重複的大概兩到三次 如果他能夠熬過的話 代表他是個健康的男性 但他又忍不住了呢 真的可能一下就出來了 那表示他的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或者是我們在按摩的時候發現 他這附近的動脈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動脈 對… 很微弱 也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個男生可能其實他的循環非常的差 這樣子 好好奇喔這段課程 對 就是很多人報名 對 一開始我們也是要拍這一個 生命被託的課程 但是後來真的覺得 這根本不可能在YouTube上面播的 會被黃標 對 所以我們就敢用其他的課程來 然後順便介紹到還是有這樣子的課程訓練 對沒錯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謝謝你們今天來 謝謝 掰掰 剛剛你覺得按摩按得怎麼樣 我覺得感受很好 用慢慢漸進式的方式 我覺得很舒服 跟你以前體驗起來的按摩 不是一樣嗎 我覺得這個 讓你自己個人比較放鬆一點 上完一個按摩課以後 你以後是不是就知道 原來外面的按摩都在幹嘛 對 大概知道他的一些節奏順序是什麼 那剛剛有哪一個部位或是手法 讓你覺得最舒服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按屁股上緣的那一塊的時候 我覺得很舒服很放鬆 就我覺得按完之後 不管是屁股還有腰的感覺 我覺得都很舒服很放鬆 謝謝大家